韓國瑜現在也講啊 你再給我一年半到兩年時間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把水患連根拔起了 然後他現在已經在跟市民在要時間了 然後可是這個網友也不買單 網友說你大概任期只剩下兩個禮拜 你就好好做吧 那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我覺得韓國瑜他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 選舉宣傳模式的狀態 就是為了應付罷韓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上個禮拜五整個水患跟下大雨開始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講嗎 這個有市議員就說 你到了這個曹公新鎮這個地方來 你明明是要來勘災的 怎麼待了十分鐘而已 那你也沒問里長有什麼需求 你也沒問民眾有什麼需求 待十分鐘你就走 結果後來發現照相啦 要拍個影片啦 那就連續好幾個點照相拍影片 照相拍影片 想說奇怪 他也不到這個災變指揮中心裡面去調度 那個指揮中心交給李四川 原來這些影片拍到後面會變成 禮拜六跟禮拜天 我們看到那些影片啦 那個影片的片段一段段剪下來 你就會發現 市長去勘災啦 不是不可思議耶 高雄災情是 大概全台灣最嚴重的地方了 你還有時間去做那個影片 可是他這個時間他要做這個影片 是要做給韓粉看 為什麼呢 他要韓粉去幫他多拉幾個人 不要去投票 他只要韓粉幫他多勸幾個不要去投票 把去投票的人降下來 那對他來講 這個投票不要過門檻的機會 他可以留任高雄市長機會就比較高嘛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做的情況 讓人家覺得很尷尬 前後看起來哪裡你都覺得怪怪的 但最奇特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最奇特的是在這裡 就是連韓國瑜自己在講說 多久可以把高雄市的水患給平息 連這個東西時間都講不一樣 你看在這個裡面我們看到什麼呢 這明明是2018年 韓國瑜在選完之後沒多久 告訴高雄市民 我只要六個月的時間 我就可以處理完高雄市的水患 結果講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去年的水患繼續嘛 去年2019年我們看到6月7月的時候 高雄還是有淹水的狀況啊 而且去年喔 韓市長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他還省引了20個小時 然後再出來 再出來的時候 驚人之舉是他還把水捧起來聞了一下 印象深刻嘛 這個我就想起來了 對然後到今年的時候你看去年還是有水患狀況 到了今年的時候你看到上個月4月24號的時候呢 他在問他的水利局局長李榮威的時候呢 就是告訴他一年半的時間 我們要把高雄的水患給處理掉 當初講得很霸氣啊 但李榮威回他做不到啊 結果呢你看一年半的時間做不到被打槍 禮拜六的時候 上個禮拜六告訴大家說 拜託高雄市民給他在兩年半的時間 他就可以平息整個這個高雄淹水的問題 我請問你這個時候 你還相信兩年半真的能夠處理得了嗎 從六個月到一年半到兩年半時間也越拖越長了吧 而且一個政治我可以這樣說改就改 一改再改兩改三改 這樣一路改下來 你也覺得這非常的奇葩嘛 然後改下來讓你覺得這很奇葩的時候 我們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東西 這時候一直在訴求高雄市不淹水的 欸是誰 訴求高雄市不淹水的 其實就是韓國瑜自己跟韓粉 當時2018年韓粉其實講的是什麼呢 因為高雄淹大水因為高雄有好多天坑 所以呢韓國瑜上任之後呢 看起來就是要處理到沒有淹水 處理到沒有天坑出現 對 所以你去看喔 這個高雄市不淹水這個是在於反霸函這一方在高雄市公車站牌上面寫的耶 對 高雄不淹水耶 結果呢高雄不淹 公車蛋白都看得到喔 對高雄不淹水 而且高雄淹大水高雄不淹大水還反覆淹水 所以你看到高雄市淹到高雄市中心鹽城區那一邊 鹽城區等於是反覆淹水淹個飄飄河 然後這裡面高雄市鹽城區的居民最憤怒的應該是什麼 抽水站壞掉 你都知道這個時間是這個下雨忘記要來了 你怎麼會在之前沒有去看過這些抽水站相關的設施 結果抽水站來不及抽 導致你看當地居民被淹成個什麼樣子 你不要跟人家爭執說這是淹水或是積水 只要你東西被淹爛過泡爛過你都會很憤怒啦 真的那都是損失耶 我管你退水速度有多快 你退水速度就算30分鐘退掉 我的車已經被泡過 我的冰箱已經被泡過 它就是壞掉了 所以你看這裡面的訴求都是韓國瑜方面自己提出來的喔 但是高雄水也淹了 好啦那你說今天天坑 地上出現坑洞的問題有解決嗎 也沒有啊 尤其今天韓國瑜的直播裡面還告訴你說 他們上任之後鋪的路坪清水溝 鋪的600條路呢都沒有什麼呢 都沒有出現破洞 直播還在講耶 對他還在講這件事 結果講完之後人家發現什麼呢 高雄市英明路的那個破坑洞是假的喔 對啊 兩公尺寬這麼大的坑洞是假的嗎 這是真的吧 然後在高雄市有一條重點在整治的就是神農路 因為神農路之前幾乎是逢雨必淹嘛 所以有人開玩笑說神農路都快變成神農溪變神農河了嘛 那神農路的狀況你看 神農路也是在這次淹完水之後你看5月23號的時候 路上出現了上百個破洞 那這上百個破洞那我問你 你或許可以解釋說神農路你們沒有比照路坪的方式去鋪 你們要比照這個處理淹水的方式去處理 但神農路的處理狀況你上任了這個18個月過去了 神農路還是一遇到下大雨之後出現了多少 上百個坑洞 那你是高雄市民 那你聽完市長直播講的話 再看到這個狀況你不會覺得很尷尬嗎 市長告訴你6個月可以處理好治水 結果呢要一年多的時間 一年多一年半的時間處理不好要兩年半的時間 市長現在告訴你說我們鋪完了路之後不會有破洞的時間 結果高雄市的英明路出現了破洞 然後高雄市的神農路也出現了破洞 然後現在對於韓粉或對韓國瑜解釋的方式 就是告訴你說 那就不在我們鋪了600條路裡面嘛 所以有破洞這不關我們的事 但問題是在於說 對高雄市民來看來講的話 那你講的話很顯然跟現在講的是跳票是打臉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要講的是什麼呢 這時候講是你會發現 韓國瑜現在在講的話呢 比較像是在處理罷韓過程裡面 他要給韓粉看的內容 所以你看這幾部曲 我們現在至少看到四部曲 那四部曲呢 你看到第一個 這個淹水的時候要跑到現場去 去到現場之後呢 要拍照或是錄影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拍照錄影完之後 然後要告訴大家 在影片中 在他們做成的影片中 跟大家宣布水退的很快 市府團隊有做事 那市府團隊有做事 第三部曲是什麼呢 第三部曲非常的重要 因為淹水是繼承事實 所以呢 我們看到非常奇特的是 他要罵水利局的局長給你看 罵水利局的局長 罵你是個不負責任的 這樣是個不負責任的做法 難道非要我來了 你們才要開始再動起來嗎 那你看哦 這樣罵的內容呢 不是只有在媒體上面 他是剪輯到影片裡面去 放到他的粉絲頁上面去 所以他很明顯告訴你一件事 他現在是罵水利局長 罵他的官給韓粉看 為什麼要罵他的官給韓粉看 因為我覺得有些韓粉有些長輩有一種習慣 喜歡看什麼呢 就是你想像中小時候我們看到大官出巡 皇帝出巡 然後巡視之後發現 哇這邊有貪官污吏 斬無色 就是那個氣氛嘛 這個是哪個皇帝下鄉巡視了之後 或是像日本那個水護皇門啊 下鄉巡視發現原來這個地方有人在貪贓王法 所以呢 他下鄉看了之後就斬 這種東西如果韓國瑜不出去 他是不會看到的 結果你看他這個劇情就是為了滿足這需要嘛 我們說實話 你去看那個劇情你會覺得 好像韓國瑜講的比較像是什麼呢 他如果不是御史大夫 不是監察會員 要不然他大概就是候選人 要不然他怎麼會講的好像跟你不相關 各位只要回去問最簡單的事情 請問水利局長的施政 高雄市市長需不需要概括承受 要嘛 他裡面所做錯的 他該編預算沒編的 他該收水在沒注意的 高雄市長當然有責任啊 那為什麼他要處理的一副看起來 他好像跟我無關 我可以大方的質詢他說 你怎麼可以沒有做好 這樣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啊 所以你看三部曲的第三部是幹嘛 是告訴韓本說你看 都是水利局長該做的事也沒做好 然後呢 我們其實能做的 能清淤的我們都清完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第四部曲是什麼呢 開始要把這些 我們剛剛講的內容整理成圖文影片 放到臉書上面去 所以你看從這個 我們看他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日到禮拜一 他的臉書發了好幾折 然後你看這一折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他要的效果是這個 因為有淹水 他不能告訴你說沒淹水 所以呢他現在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淹水點的水都退了 112處 而且水退得很快 然後做成這個圖 放到他的粉絲頁上面去 告訴韓粉你看韓市長是會做事的 然後水退的速度是很快的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四部曲之後 他要達到最後一個效果 所以剛剛博曉講的我就很同意 因為他現在要做的就是 讓你知道韓市長會做事 但是問題在於說 在過程裡面 你檢視進去才發現 韓市長會做事 可是背後看起來做錯很多事 還有很多本來該做的事沒做 所以呢 讓大家覺得在這過程裡面 其實現在韓市長眼下他大概最關切的 還是他的罷韓的問題